大家好 歡迎來到金融姐妹說 我是Ariel 我是Jane 腸胃乳動漫 七天美 嗯嗯 兩配方 擺頭便秘人生 各位喜愛金融小學煩惱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不開啟 然後才能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想知道芳達老師的日常嗎 金融姐妹說的IG追起來 看起來有點臭臭啊 一臉塞一臉 為什麼不滿領序的 我一個禮拜 沒有大便 哈哈哈哈 你也太久了吧 難怪你一點死臉 你要知道喔 如果你一個禮拜裡面啊 排便的次數少於三次 或者是你覺得 排便時感覺困難 然後就是那個便秘很像就是 糞便感覺很像變成一禮拜那種感覺 或者是說 你便完了之後 怎樣都便不乾淨 八九不禮十 就是便秘 對 便秘了 可是怎麼會 不過飲食上面很均衡 確定 雖然我吃了很多肉 但我也吃了很多肉 你也不相信他 好啦就算我相信 除了飲食之外的問題 情緒因素也會導致便秘 尤其你 這種即興子 生活節奏快速 很有可能會忽略便秘 有可能 因為我忙起來我就不會去 對 還有呢 容易緊張情緒的 就是情緒緊張的人 面對環境變動 或者是感到焦慮 然後造成腸道縮縮 長期下來呢 就會有便秘的情況產生 這時候該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選用一些可以安撫情緒 可以放鬆腸道的精油 透過休息的方式 進而改善腸胃的症狀 沒錯 如果你是因為壓力造成便秘 像是業績壓力啦 生小孩的壓力啦 更能期許上面啊 馬式壓力等等 不妨可以試試看看下配方 請看螢幕上吧 甜蘿樂兩滴 羅馬陽柑橘兩滴 紅手乾三滴 萊姆三滴 將以上的精油呢 滴入擴箱道具中 室內擴箱就可以囉 第一支呢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甜蘿樂 甜蘿樂呢 是一支帶有 淡雅和香氣息 就是那種香料氣息的香草 化學成分呢 主要以成香醇為主 少部分的米類 可以幫助我們放鬆 緩解緊張的情緒 是有效 能夠緩解我們腸胃的不適 還有過度緊張造成的便利 或是腹瀉 就有很好的品牌作用 第二個呢 要介紹的就是羅馬陽柑橘啦 羅馬陽柑橘呢 還有高濃度的脂類 具有強大的安撫舒緩的效果 再來呢 是佛手乾 同樣的佛手乾的 脂類成分含量也是蠻高的 它的氣味呢 就是優雅甜美 帶點花果香的味道 因此呢 它可以常用壓力啦 憂鬱啦 沮喪等等的睡眠問題 還可以安撫我們的心靈 幫助我們入睡 除了使用精油放鬆之外呢 建議我們要自己 先找到自己壓力大的 焦慮的點之下 就是成因 並且試著去排檢它 像是可以讓自己的生活習慣 變得比較規律 或是在繁忙的生活中 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飲食感 又或者是可以藉由運動 像慢跑啊 坐瑜伽啊 都是不錯的選擇 雖然造成便秘的原因很多呢 其中一種就是飲食 如果腸道呢 沒有足夠的潤滑劑 或者是動力呢 推動食物殘雜前進呢 就會引起便秘 那便秘的時候呢 為什麼都要建議 就是多吃蔬菜 是因為蔬菜中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促進我們腸道蠕動 而少吃點肉類 是因為肉類的動物蛋白呢 非常的難消化 它會減慢呢 腸道蠕動的速度 武器變化 好啦 知道了 好想吃 同樣的這時候 我們可以選用一些能夠 促進腸道蠕動 或是 輸減心軟的精油來按摩 精油配方其看螢幕 這個配方呢 我們都是選用比較暖性質的精油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 陳香醋百里香 這支呢 是屬於單鐵醇的百里香 是百里香家族當中呢 最溫和不具刺激性的品種 所以適合兒童跟店章症使用 因為它有助於消化系統 可以促進腸胃道通便的功能 另外呢 它溫和的抗病菌功效呢 能夠激勵 就是溫和的激勵免疫系統 也善於處理呼吸道的問題 第二支呢 就是酸雞膠 它主要的化學結構是檸檬泉 可以幫助我們緩解肌肉酸痛 氣喘 腸胃消化等等問題 第三支呢 是甜茴香 它的氣味略帶甜味跟八角味 甜茴香可以安定消化到排解腸胃的事 再來呢 是紅菊跟甜橙 它具有安撫腸胃道的功能 特別適合呢 用於就是因為腸胃靜軟而造成一些睡眠障礙 最常見的就是寶寶的長腳痛啊 那如果跟紅菊跟甜橙比起來呢 紅菊它的效果會來得比較好一些 但是因為呢 它的氣味沒有那麼的甜美 加上呢 它有一些特殊成分 所以劑量上相對來說要比較少一點 另外呢 在飲食上也要多補充膳食纖維 酵素跟益生菌 除了剛剛講的蔬菜之外 像是優格或優酪乳 都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們都含有乳酸菌 是益生菌的一種 可以有效改善我們的腸道健康 並有助於冷化糞便 那也可以多吃 就是已經成熟的香蕉啦 奇異果啊 蘋果 還有記得每天的喝水量一定要夠 水喝的太少的話 會讓纖維呢 停留在腸胃道中 反而導致便秘大便過癮 好啦 聽完影片介紹大家有沒有 對於雞腿便秘更有信心了呢 如果對於今天的介紹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詢問我們喔 好啦 那我先去喝水啦 好 我們下週六晚上七點再見喔 掰掰 他終於承認了